不關我 好笑 監製你不要告訴我 他有少許頭暈伸氣 你最嚮往的是什麼 很難 我覺得我 什麼 我這裡很緊張 You are fire You are fire 多謝你 歡迎你 Thank you 阿Sir 我叫你做Elaine還是梓玲好 無所謂你舒服 梓玲 阿玲也可以 好 阿梓玲要聽 阿玲過來針茶 老爺 我覺得梓玲很好聽 那梓玲吧 因為我這個program 其實我會有空請一些 我以前認識的朋友 一些新朋友 好像你那樣 有很多粉絲說 阿詹老師很想認識一下 我的不同的生活層面 我覺得很多藝人都是 我們有不同的面貌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什麼都談的 好 那有些什麼呢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 有些什麼呢 我們有些環節都挺好玩的 嗯 那我們就一起玩一下 好啊 好嗎 可以 OK 你剛剛在工作回來 還是今天不用開工 今天不用 但是今天我有一點不舒服 明天如果你有什麼 頭暈身氣 不關我 好笑 監製你沒有告訴我 他有少了頭暈身氣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今天就沒有 剛剛有了鑊狗 鑊完狗 你有養小動物嗎 你有養幾隻 一隻糖狗 OK 如果我不用上班 就鑊他了 因為要鑊兩次 對 可以跟他去 去泡泡 威威 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 尤其是你做一個這麼大的平台 在TVP做 你最嚮往的是什麼階段 包括現在 你也可以說一下 很難 我覺得我最嚮往是未出現 是嗎 未出現 那會不會在TVP 還是不會在TVP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看不到 我們的問題挺好 但是最嚮往的未出現 其實怎樣為是嚮往呢 不知道 但我想可能是一些 你能夠做到自己最喜歡的事 而是不需要顧慮任何的事 可以很全程投入地去做這件事 你覺得你的事 會不會這輩子都會是演藝的 我希望是 希望我屯火不要熄 是嗎 你覺得你屯火熄嗎 我在這裡熄 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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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時候會的 有些時候你都會想 因為你總會不會每一件事都是如你所想 是 但是 也都是因為不是如你所想 所以你的火只會繼續燒 沒錯 因為如果已經是你所想的事 那可能就 就未必有這麼多 這麼有這件事 你想繼續走下去 去做你想做的事 嗯 那 自己都 是的 一直在想 究竟 究竟會怎樣走呢 我都希望可以成為我的終身事業 是 但是 會不會去到之後 我不知道 但是暫時都是我一樣 我會喜愛 是的 我讓你問我這個問題 好 這個會不會是你的終身事業 已經是有很久了 哈哈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呢 就很有趣 演戲呢 對我來說 我是有一點點 好像 熱戀 是的 是 因為表演呢 你不一定只是在電視 不一定是電影 或者是舞台 那你可以是現在有很多自媒體 又或者那種形式是不斷變化的 嗯 我覺得表演呢 不只是專業的人 即是需要學的 其實是每一個人都 都應該要學懂演戲 因為演戲其實不是學技巧的 而演戲最好玩的呢 就是不斷地去明白自己 我現在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所以我會覺得 我這個行業呢 我又是在做一些東西給別人看 而同時間呢 我又在找我自己很多不同的面貌 嗯 所以我就很喜歡我自己這個工作 那這個是無止境的 無止境的 是否因為你不停地在找你自己這個不同的面貌 會 我都不會限制我自己 因為很多人呢 很多人會限制你的 嗯 人很喜歡標籤人 嗯 我自己呢 我就覺得你標籤不到我 因為你不會知道 我接下來我會做些什麼 嗯 包括我做的工作 事業 項目 當然 各個核心都是一樣的 我是喜歡藝術的 嗯 包括你從事這個工作 其實一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話題 嗯 那譬如你現在正在拍完喜劇 嘩 那你覺得喜劇的部分 發現到你什麼呢 發現了 不知道怎樣拍了一部喜劇 啊 先說一聽聽 嘩 我很想聽 但是這件事是開心的 是 就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喜劇是一個 不容易的一個劇種 是是是 很難 因為你很難一個人去做一個喜劇 特別是我們有一個劇集 你其實是要一班人去一起做 嗯 那我不懂 其實我簡直是 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又不是那些很搞笑的人 或者怎樣 那 嗯 到我去做的時候 但是我發現有時候 原來其實當你很認真地去搞笑 又 也挺好笑的 是 就是 有時候反而沒有想太多 嗯 可能更好 我就有時候會在想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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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拍完是 當然這部劇最終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完 我沒有看過成品 將會有 嗯 但是過程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是我發覺原來喜劇 和我拍哭氣一樣 嗯 你的能力是需要很多很多 嗯 就是你拍完後 其實你會很累 很累 很累的 就是你會說 好像用了很多你的腦 你的能力 你的體力去做這件事 當然對我來說 可能拍哭氣 情緒氣 是一個我覺得我拿捏到的東西 嗯 原來拍完這部戲 其實我覺得 其實也是一樣的感覺 好像你哭完一場崩潰氣 差不多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會 因為這個也是人的情緒 喜怒哀樂 不是表情 而是這個人的一個 叫有深度有層次的感受 那喜劇就是這樣 就是跟你做一個很帶感情的一個角色 一件事的時候 你表達的其實是一樣 嗯 我們有時開心笑一群人一起 你笑得也很辛苦 是吧 都是一樣 流了眼嘴 對 所以 為什麼我就說做演員 或者我喜歡我這個工作這麼有趣 因為它 你會越認識自己多些 你是會越懂得去做表演的 嗯 當然 電視台裏面拍的劇集 跟你去做舞台劇 或者是甚至去做一個 我會做多些one man show 我一個人的演出 是不同的 尤其是做電影或者電視 其實你當下很多時候 你做的事情 到它剪輯出來都差很遠 對 而你不能靠剪接太多 電影如果一些情感的段落 導演可以多些剪輯 是 但是如果演戲 你在那場戲裏面 你跟所有的演員一起去互動的角色 那個叫節奏感 嗯 出來呢 就 make big difference 嗯 所以呢 自己演喜劇 你當然會有些竅門 另外呢 就是 好看的喜劇就是 你跟那班對手演員 很有默契 是 這個人說一句 那個人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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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又說 他小聲一點 這個人又大聲一點 就好像一班人在奏 一個樂隊 一個orchestra 或者突然有一個自己爆套 說一句出來 又怎樣接他 是 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所以很難 我記得有一場 是說 我跟浩信要爽笑 是 到你再拍多一次的時候 Active Point再笑 其實等同於你拍一場哭戲 你已經哭到崩潰 現在我們Active 你再崩潰過 那你要怎樣去踏著你這個喪笑模式呢 是 原來都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一個功課 沒錯 原來有時候可能都要回去自己想 什麼可以踏著你突然之間 你想到一刻 想到什麼會令你瘋狂大笑 你笑到是流馬尿的 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是 這個呢 有幾樣的 給你一條街仔 好嗎 有很多方法 就跟聲音出發 嗯 你笑呢 你是製造笑的聲音出來 嗯 那你就笑了 嗯 你哭呢 你製造過哭的聲音出來 它就會觸動到你的情感 哦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哎呀很假 不怕的 你先假先 嗯 當你習慣了之後 那個笑呢 它就會可以 馬上出現 嗯 比如說笑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 你製造過這個幾個不同的聲音 全部都是靠那個呼吸 嗯 那你笑一下的時候 那個笑的感覺就會出現 嗯 所以有很多很有趣的 我們叫做表演的tricks 就可以令到我們做一些要有效果的東西 可以更容易做到 那你們就不會那麼辛苦 就不會再來想 突然間又要想 為什麼會令我這麼好笑 或者令我這麼傷心 其實有很多方法 所以做戲是非常好玩的 很興奮的一件事 那你覺得是否有這麼多的劇中 還是你覺得其實全部都差不多 還是你覺得喜劇是難的 其實是難的 我也覺得很難喜劇 喜劇是難的 因為喜劇其實是要有內容的 即是好的喜劇 簡單來說就是少中有女 其實我喜歡喜劇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它更加深刻地說到人 我覺得因為我們會取笑一些人 我們也會被人取笑 我們會覺得有些人是很可笑 即是我覺得這一種的 我們叫做commentation 我們對一些事件的一些看法 評估的時候 因為我們對人生有些感受 所以喜劇呢 我剛才這樣說 好像很嚴肅一樣 喜劇呢 它就不是用這個嚴肅的態度 它就是去扮演那個人 扮演這個人是多麼貼 扮演這個人是多麼傻 多麼怪 多麼無理 多麼 ridiculous 這樣觀眾就會笑 在笑的時候就會發覺 咦 那個不是我老闆 咦 那個不是我 咦 那個不是我爸爸 咦 那個不是我自己 這樣那個影響就會很大 嗯 你自己覺得你做這個喜劇 這個角色呢 嗯 你覺得它是一個什麼人來的 自己呢 你先介紹一下 它是 你有沒有看過 應該有的 有一套 就是叫做宋世傑 嗯 宋世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 有 岑死官 是啊 有 GV也有 以前有的版本 就是打明老師拍的 是啊 和改名 嗯 今次就是浩信 就做宋世傑 嗯 我就做玲瓏了 嗯 就是說她是一個很打得的女人 是 她就很愛宋世傑 總之 她為了她 什麼都可以 保護她 在她身邊保護她 是 那就是中間那些 但是其實宋世傑 她並不愛她的 是 那一路我就要做很多 就是我在她旁邊 又要擋走她那些 花花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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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挺喜歡 是因為她的人設很簡單 直接 其實都不是很繁複的事情 而且正正就是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 我不會演戲劇 其實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什麼 是 但是我唯一的感受就是 我覺得原來演戲劇 是這麼需要一個能力 原來她和我拍一場 哭的崩潰戲 現在叫你喪笑和喪哭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是 怎麼去做呢 不是我今天自己做一場戲 感動觀更簡單 是 我還要想 大家一起量度 你那些 那些 那些 位要很準 嗯 即是你摺的位置 或者你不摺的位置 即是大家要想了一些 反而其實就是我不會 那我就被安排 是 有時候可能 嗯 大家這樣去想 這樣去做 好啊 嗯 其實這個角色的人切 可以 好 你說什麼什麼 就是這樣 其實可能是 可能是一件好事 是 焦了 所以 所以做的時候 我自己都 嗯 我其實很開心 我很開心 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這一套 是否大家心目中 有一套 好的戲劇 我也不懂 去界定 何謂好與不好 但是 能夠令到你 可能在某一場戲 或者某一個seat 大家會笑的 可能就已經是好 但是很開心 是 原來 我也可以接觸到 戲劇這件事 而我覺得 這個是 我沒有想過 是一個這麼難的東西 是 就是 不是 我覺得 其實 某程度上 是有些諷刺 你是 給一些很開心的人 但是 你在做的過程 其實 原來 不是你想像中 這麼簡單的 一件事 這個是 剛剛你接觸 這個經驗而已 嗯 我覺得如果你 可能影片出來之後 有些地方 你覺得很搞笑 有些地方 你又會不滿意 這個是很正常 因為 接觸這個 我們叫做 類型 嗯 因為喜劇的類型 其實 喜劇的類型 現在 你看到的 有一種 有很多種不同的喜劇的類型 嗯 那麼 你做喜劇 有一個好處 是什麼呢 擴闊你的一個表演的能力 嗯 如果不是 你所謂的 叫做正劇 叫做正路的戲劇 其實 它都是按照你的 人本身的 性格 外形 基本上是這樣 是的 當然是有些 你的職業 有些角色有些不同 是 但是基本上 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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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你不是很遠 但喜劇就不同了 喜劇會拉到你很遠很遠 嗯 即是觀眾看到的指令就是 但是 但是 底的 姚子盈是 不是這樣的 我呢 沒有什麼的 不過我們吃了少少 就是 你可以 在瞬間裡 去 變你自己的 形態和狀態 嗯 這個就是喜劇的特點